《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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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你看过他的电影 他在做事的时候 一边做一边在那边哼歌 嗯嗯嗯嗯嗯嗯嗯 这样有没有 他妈妈就冲出来 啪啪啪啪 哭着打他 为什么 就说你还有心情唱歌 该死的 你怎么样 就臭骂他 对不对 因为他母亲充满仇恨 一心想报仇 他母亲家产被夺 是不是 被这个当奴隶一样的虐待 他就一心想存一点钱 让《非诚勿扰》去报仇 他看到《非诚勿扰》 还敢唱歌 意思说你以为好日子来了 就是说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母亲有很大的仇恨 他母亲把他 省吃俭用做苦工 省下来的一点私房钱 全部给他 让他去学 学法说你学成了 回来杀掉他们 如果你没学成 你就看到我自杀在你面前 这种人他在修法 他会这样吗 修法 修法 我们的同学很多 比手印也不会比 没信心就不比了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妈妈 你敢乱比手印吗 他真的就是日夜精勤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机 他努力学佛 但是他学的怎么样 他学的他遇到那个老师 是教他一般的咒术的老师 然后他就跟他说他不是要学这个 我如果学这个他学那个什么 把汤匙变弯了 把石头用意念控制飞起来 他说我如果学这个回去 我妈妈肯定死给我看 他心情很差 我就去跟他上师讲 上师说 那我知道你的情形 经过调查 确实他们家有很大的冤情 好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上师 他的那个叫法 可能就是你要的 那一袋子传一个人 他就去求了 求法以后传给他 他一休 那个就是 他带着他母亲 在后面的那种压力 那种责任感 再加上他本来的 这个天生的禀妇 他一休 你这个护法神一觉 就是他 他这个姑父父母 不是要娶媳妇 要办喜事 在那边喝酒跳舞狂欢 对不对 他住在那二楼的房子 忽然间给他一个地震 压死三十几个人 这就等于叫人 叫鬼神 一夕之间杀三十几个人 那密勒日巴尊者 他既然能够前鬼神 他既然能修法 他知不知道这世间 真的有鬼神 真的有因果报应 知道吗 所以他心里知道 他一定堕地狱 就是非常害怕 他一定有报应 是不是 他很害怕 然后他就有因缘 接触到佛陀的正法 结果他不经情 就是他起傲慢 他都不经情 他说我才 我学这个黑法 一下就是 就是都相应 都成就了 那我这个学大圆满 应该没问题 他都是不经情 结果他的大圆满 上司赶他走 他说你的上司 是马尔巴大一师 你去找他才对 你这个生生世世的 有素世善缘的上司 是他 他听到马尔巴 就是整个人都触电 然后他里 生不起一个念头 就是因缘很好的上司 他见到马尔巴上司 那马尔巴上司怎么样 但是马尔巴上司之前 就是受到空行母的刺梦 说有梦到一根水晶金刚柱 对不对 这个金刚柱上面有灰尘 就是叫马尔巴要把这个灰尘 把它净化 要把金刚柱放在哪里 他将利益无量众生 对不对 就是说 这米勒日巴 他是一个法器 一个金刚柱 这金刚柱 也有一个表法 有一个男生来了 一个男的佛弟子来了 但是他蒙尘 为什么他有沙业 你要净化他 所以马尔巴大医师怎么样 就准备好了 好 要来净化他 怎么净化他 大概有读过吧 对不对 那简直一般人 大概几天就跑掉了 叫他盖房子 盖一盖又拆 叫他这边盖一盖又拆 身上都长那个窗 然后不是打就是骂 就是责备他 他在米勒日巴尊者 好几次这么坚强的人 都想自杀 那就是他一定 米勒日巴尊者一定有报应 对不对 他杀三十个人一定有报应 他的上师马尔巴 知不知道他一定有报应 知道 他既然这个弟子一定有报应 怎么样 我要把他的业障去掉 是不是 所以他是以慈悲心 在洗他的罪业 在救他 我虽然不是马尔巴大医师 我在做一样的事情 你们也正在修一样的行 我没有办法叫各位同修 现在到楼下盖一个房子 然后这堆要盖好了 好 那可以讲讲掉 明天下午再集合 在哪边再盖一个房子 我没有办法叫你这样 为什么你会去报警 然后有一些人会不来 今天去盖房子大家都去 在那边 很有趣 有些还开开玩笑 有没有 好累喔 把洗充满 叫你拆掉 有一些人就垮下来了 然后明天在盖房子 来的大概只有一半的人 在盖第三栋房子 大概剩下三个五个人 我不能这样 现在也不是在那个时代 是不是 我必须用合乎现代的 因缘的教法 让你急之进账 所以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 没有去看电视 没有去喝酒 没有去嫖妓 没有去打麻将 因为你守戒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来听闻佛法 上求解脱道 我用种种的善巧方便 让你守戒 让你去放生 让你印金 让你捐钱护持道场 让你点灯 让你普施鬼神众 让你去送轮椅送物资 广结善缘 那不是就在积你的资吗 那不是就在销你的账吗 是不是 还是我一定要一人分配你一个大石头 要你背到那边去 让你背上磨出一个窗 你才觉得这个叫修行 现在不是这个时代 所以你现在正在做跟米勒日巴尊者那样 同性质的修行 但是你如果不听诗教 你没有守戒 你没有好好的发心忏悔业障 你没有依教奉行 尽力的去行功利得 去度众生去广结善缘 我告诉你效果不张 到时候你还会多入恶道 所以我说 您现在修得行 跟米勒日巴尊师说 修得行是同等性质的 只是用功的程度如何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马尔巴大医师他不会说 大力啊 他叫大力嘛 因为他力气很大 他说大力啊 你送十张轮椅到什么地方去 那上师我是不是搬一个石头 开始雕刻一张轮椅啊 因为没有轮椅吧 还是用木头做一张轮椅啊 那时代就不是这样嘛 是不是 那我们这时代可以这样啊 所以你如果就是依教奉行 在我们道场你好好思维 你现在在修什么行 我不是成全米勒日巴尊者一个人 我要成全很多人 所以我要用很多的方法和心力 把大家兜起来 带起来 然后扎扎实实的劝大家 实实在在的修 当然在这样的修学行列中 有人真的是诚心诚意的修 你会得到跟米勒日巴尊者的结果一样 你会成就佛国位 你会解脱 有人就是不听话 他就是没有诚心诚意 没有真诚的发心 不忏悔 不急之近战 为师犯戒 那我怎么办 我就是一直劝你啊 是不是 我能像马尔巴大医师这样 对你拳打脚踢吗 你会跑掉啊 你会去报警啊 你会告我啊 是不是 米勒日巴尊者是把他那些钱 全部都供养他上司 说我身口意供养你 因为我没钱啊 我身口意都是你的 请你赐给我衣食还有教法 是不是 你读过他的传记吧 就说我要在你这里吃 在你这里住了 我在你这里住了 但是我是你的 请你教我 这样 那他当然就要净化他的业障 那最后米勒日巴尊者 他是肉身成佛的 是不是 那现代的时代背景 童修你有说 我的身口意要供养给你 请你赐我衣食 我第一 你身口意要供养给我 要做什么 第二 你要担滚蛋 我没法让你担 还要赐你衣食 我就去打工来吃你 实在背景不一样 是不是 但是修行的内涵本质呢 相同 那是无二 我先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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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说